今天的消费大赢家单元我们告诉你是高贵的食材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 最近有业者推出评价燕窝和鱼翅 强调进汤养生果然是深受掏客的喜爱 六寸的砂锅现装着满满的排斥 还有还有吃到饱的鲑鱼炒饭 再配上开胃菜饭后饮料和甜点 酱料多味美的鱼翅套餐 主餐还可以随个人口味换成鲍鱼或龙虾 而整套餐的价格竟然平均只要300到500元 好像有些就这么大碗 就很便宜啊300块就可以吃到 这样子啊跟朋友一起饶得很开心 除了让人看了流口水的鱼翅 瞧 整尾的新鲜大龙虾火拌 一项主厨特制的奶油酱 最后淋上葱花撒上黑胡椒送进烤箱 上碰碰的焗龙虾就完全了 还有这足75公克的励志鲍鱼 先用高汤及老母鸡汤细火慢微 再加上蚝油提味难怪饕客赞不绝口 除了鱼翅鲍鱼高贵不贵 也有业者推出平价的燕窝套餐 从第一道养生茶到主菜煲汤及甜品 共七道菜全家进燕窝入菜 一餐吃完将近60公克的燕窝吃下肚 号称可以滋补养颜抗衰老 养颜美容啊 对啊我们也不希望胖啊 我觉得它这边价位非常的平实 那应该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 谁说品尝高级食材一定得发大笔银子 平价燕窝打破贵族美食的刻板印象 让您享受美食的同时不用担心卡路里 照样能够吃出美丽 台湿新闻众所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